如果有去高台山露營區 或者是豪翔露營區 真的要特別小心 這老闆很可怕 苗栗有小姐提醒大家 要注意的人就是她 新竹豪翔露營區 真姓老闆 如果有去那邊的人 要特別小心 老闆很火爆 即使你只是走錯路 有可能他就會這樣對你 今年10月29日早上8點 由小姐和五名朋友開兩部車 準備到新竹縣 兼石廂攀登高島縱軸 沒想到途中走錯路 無法回轉 就這樣進入豪翔露營區內 先生 我回轉而已 不是這樣啊 淑北都轉進來 18樓就跑進來 不是啊 我要去高台山啦 你是樹齊 要怎樣 再跑進來留一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啦我誤闖 要搭航沒搭船 對不起對不起 無法途中 要走進來 要看輪胎搭船 要給人家 曾姓老闆騎著機車擋在門口 由小姐一行人不停道歉 試圖離開 來啊 快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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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姓老闆終於讓路 但事情還沒結束 等一下警察都過來了 蛤 過來啊 我們去下面等 我們去下面等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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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老闆聽到警察要來整個人保充打油小姐的車子引擎蓋甚至騎著摩托車追上去 又來了 你看 有了 我在報了 我報了 好啦 要這樣就這樣沒關係 沒有電話 老闆還是騎摩托車去追我們 然後把摩托車橫切在我的車子 擋住我的車子 我就只能報警了 我下車才查看我的引擎蓋都已經凹下去了 我告訴他說 你把我的車都打壞了 老闆沒有任何道歉 沒有任何回憶 他覺得他是對的 油小姐回憶當時狀況直呼太可怕了 只是開錯路誤闖露營區 一行人還連續道歉13次 怎麼還會被砸車 甚至差點被關起來 當時我們就是一群人一直跟他解釋 然後也跟他道歉說 我們是要去爬山只是走錯路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要回轉離開而已 就這麼簡單 可是他那種感覺就是沒有要放過我們 然後就去關上那個他們露營區的鐵門 好險那個鐵門壞掉了所以卡住 他關不了我們 就是覺得很可怕啊 就覺得怎麼會有這種人啊 事後警方抵達 油小姐等人才脫困 並到警局提出妨害自由毀損告訴 豪翔露營區增進老闆夫妻反駁 是油小姐闖入私人土地 還不禮貌在先的 我基本上我門口 我都有接我們家的電話 我老婆的電話號碼 他沒有打 不是沒有打 我先生上去的時候 是 他竟然能繼續對不起不好意思 賺錢沒有 至於為何會暴怒 垂打對方的車子 曾信老闆解釋 他還裝我啊 他離開我 他講他不理我啊 他連車門都不開 後來講說你會找我 吵枕人家 你這樣 講都不講你 不理你 後來他打開 吵枕人家 這樣 我先生車子就在他前面 他要去意上我先生 要上他喔 那邊的人有說對不起 他竟然說 他要倒警了 我就是不讓自己 他竟然要撞我先生 你一個人你會 看在前面眼睛 打媽不可能 我先生說打媽的也去幹 曾經老闆經營露營區三年 階梯市營地可供40帳 每帳每天收費1000元 他表示過去也常發生誤闖營地 但從沒有碰過不道歉 還揚言報警的人 直呼麻煩找上門 既然有小姐提告 那就尋司法途徑解決 有可能的話 是會有一點點強制罪的問題 強制罪就是施強暴切破 使他人心無異無 那他已經有用手錘這個車子 還有摩托車擋 是 這個已經有 有積極的適用一個暴力的行為了 苗栗縣警局副佑隊長郭聳明建議 若碰上衝突 最好開啟行車記錄器 緊閉車窗 避免正面衝突並報警處理 千萬不要逞強 以免造成更大的衝突 地方中心苗栗報導